我们来看第48题 他说如果x的平方加上x核是42 我们来把那个写下来 如果x的平方加上x核等于42 那么哪一个可以是x的值 其实他们就想让我们解开这个方程式 所以做这个题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写成等于0的二次方程 然后把它因式分解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x的平方加x减42等于0 我们来想一下 哪两个数相加10等于1 他们相乘等于负42 他们相乘等于负42 这个是10 告诉我其中一个必须是正的 另一个必须是负的 当你把两个数相乘时 这是唯一的 你得出一个负数的方法 所以其中一个必须是正的 另一个必须是负的 当我们把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相加时 你其实是在找这两个数之间的差距 那么两个数之间的差距必须是1 他们的乘级必须是42 我注意到当我看到42时 我马上想到6和7 6乘以7是42 因为当他们相加时 你得到正1 7是正的 那个并且负6或6可能是负的那个 我们来试试 括号x加7乘以x减6等于0 对了 7乘以负6是负42 7x加负6x等于正x 或者你可以想7加负6 等于x的系数是1 总之那个管用 你可以把这个乘开试一下 我说的每一件事 它不是什么误读 我说它们相加必须是1的原因是 因为当你把这个乘开时 那个构成了这一项 这个7乘以x加负6乘以另一个x 当你把它乘开时就构成了这一项 这一项来自于x乘以x 负42来自于7乘以负6 总之 现在我们到了这一点了 我们如何得到 我们有两项 它们相乘等于0 那意味着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必须等于0 那意味着x加7等于0 两边都减去7 x等于负7 或者x减6等于0 两边都加6 x等于6 x可以16或负7 选项中有一个符合是选项A 下一题 49 这个方程两边应该加上什么数来配方呢 当你配方时 你想让它看起来像 不管是左边是什么 你想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全平方 我说完全平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有x加A的平方 那等于括号x加A乘以括号x加A 那等于x乘以x x平方 x乘以那个A 要加上AX 那是另外一个AX 加上这个A乘以那个A 加上A的平方 那等于x的平方 加上我们有两个这个 加上2AX再加上A的平方 其实我们要想得到这个 我们想让左边有这个形式 这是一个完全平方 我们可以说那个和x加A的平方一样 我们来考虑一下怎么做 如果我们有x的平方减8x等于5 我在这儿留一个空 因为我们想要加上 或者减去某个数 那么它看起来像一个完全平方 想一下 当我们有这个公式时 为了让这个式子变成完全平方 不管这里的这个系数是什么 这里这一项必须是这个的一半的平方 A的平方是2A的一半的平方 如果我们用-8的一半 那是-4 在这种情况中 如果我们说2A等于8 因为-8 A就是-4 那么-4的平方是多少 是正16 这是一个方程 所以你在方程一边做的是 你必须在方程的另一边也做 你必须说那个也等于 你要两边都加上16 否则方程就变了 现在希望你认出了 已经是一个完全平方了 你可以看看上面这个模式 或者你可以说 如果我用-4加上它自己 我得到-8 如果它乘以它自己 我得到16 所以这是x-4的平方 那等于25 因为21 实际上如果你觉得好奇 我们可以在可汉学院做过这个 我们有关这个的一些视频 这就是你如何证明 二次方程的 你其实是在用任意的数来配方 A B 还有C 你得到二次方程 我们在十分钟内就能讲完 所以它不是这么难以理解的东西 他们就想知道 这个方程两边你加了什么数 这个方程两边应该加什么数 来配方呢 所以这一个答案是16 但是同样可以说 用配方的方法来解它 你会说x-4的平方等于25 所以x-4等于正的或负的5 然后你可以说x等于正的或负的5加4 然后你可以说4加正5是9 加负5是负1 他们没问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考虑它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50题 来看看第50题 我要复制粘贴50和51题 好 24平方x的平方加上6x等于16 那解是什么呢 这里有些诱导你 用解线性方程的方法来解它 我不知道提出一个x 并且我不知道做其他的什么 这是一个二次方程 解它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像放在一边 然后另一边是一个0 然后要么因式分解它 要么用二次方程 配方 不管你需要做什么 我们把两边都减去16 你得到x的平方加上6x减去16等于0 我们只是把两边都减去了16 在进入二次方程之前 我们来看看能否通过观察来分解它 哪两个数相加10等于6呢 我们想要正6 它们相加10等于 它们相乘10等于-16 又一次 因为它是-16 如果两个数相乘 你得到一个负数 它们必须是不同的符号 一个必须是正的 一个必须是负的 所以它们的差是6 因为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我来考虑一下 如果我有负的 8乘以2等于16 它们相差6 如果我用正8和负2 对 正8和负2相加是正6 所以它是x加8 括号 乘以x-2 因此分解真的需要多练习才行 哪两个数 16 好 8和2 它们必须是不同的符号 这里我有一个正的 所以哪一个数更大 正的那个更大吧 所以正8和负2 对 当它们相加时等于正6 是的 对的 你让那个等于0 这个必须等于0 或者那个必须等于0 所以x要么等于-8 如果你说x加8等于0 然后两边都减去8 你得到x等于-8 我不应该跳过那一步 但我会在这儿做那一步 或者你可以说x-2等于0 两边都加上2 你得到x等于2 什么样的x让这一项等于0 你可以通过观察看出来 所以x可以是-8或2 那么选项就是c 对 51题 林恩想通过配方正确地解出了方程式 x的平方加4x等于6 哪个方程是它解题的一部分呢 好 一样的事情 x的平方加4x 当你配方时 你要在这上面加上某个数 所以我要留一点空 它等于6 那么我可以在这里面加上什么 能让这个表达式看起来更像是完全平方呢 拿出我们解之前的那个问题的模式 不管这里是什么 它应该是这个一半的平方 4那个的一半是2 2的平方是4 所以我们应该在那边加上4 如果我在那边加上4 我必须在这边也加上4 这个2加2等于4 2乘以2也等于4 所以这是x加2的平方 我真的想让你有这种直觉 不要去被配方的步骤 我想让你真正的理解为什么 这是那个一半的平方 一开始我们展示过了 对2像是曲平方 你能看到总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x加2的平方 那么等于6加4等于10 那么选项是b 我觉得我们有时间可以多讲一个 多讲一个题 52题 复制它 现在我已经粘贴好了 卡特在用音式分解法解这个方程 哪个表达式会是 它的正确分解的音式中的一个呢 又一次我个人喜欢把公约数 分离出来 所有这些都能被5整除 在我脑海中就能把它简化了 如果我把所有这些都除以5 实际上我可以把这个方程的两边都除以5 0除以5是0 然后左边除以5 变成2x的平方减去5x加3等于0 如果这是x的平方 那么有两个数 它们相加等于3 当你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 我要把它写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空间 2x的平方减5x加3等于0 我只是把方程的两边都除以了5 得到了这个 我们来看看能做什么 这里我们有一个2x的平方 题目已经暗示我们 我们会有一个整数解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音式分解 直接上这个会是2x乘以 加上某个数乘以乘以什么呢 乘以可能是x是吧 2x乘以x是2x的平方 那么现在不是那么明显 如果它们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可以音式分解 你可能要用一个二次方程或什么的 实际上在这里用二次方程 不会很糟糕 因为你可以只是用公式计算 我们来看看能否直观的得出来 它会是2x加上某个数乘以x加上另外某个数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乘开 你得到2x乘以x是2x的平方 它应该是的 2x乘以b是加2bx a乘以x是ax a乘以b是ab 我们来看看得出什么 得出正括号 2b加a括号x加上ab 2x的平方加上 现在可以做模式匹配了 这是我们最初的式子 所以2b加a必须等于 这一项和这里的这一项是一样的 那一项必须和那里的那一项是一样的 首先这里我有一个正三 两数相乘得到一个正三 所以它们要么都是正的 要么都是负的 然后另一件有趣的事是 我们有当我们把其中一个乘以2 加上另一个 我们得到一个负数 所以唯一的可能是两个数都是负数 当你只是用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 并且再加上另外一个负数 你得到一个负数 这告诉我们它必须都是负的 因为这是正的 既然当它们相加时 这里没有任何符号 你得到一个负数 它告诉你那个也必须是负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试试 3-3和负1 如果负3和负1 你是对的对 如果B等于负1 A等于负3 那么2乘以负1是负2 负3 所以B等于负1 A等于负3 这有点像一种艺术 我是说它不像套公式那样 用很机械的方法 解二次方程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是最好的方法 至少我知道怎么做这个 我们知道A和B是什么了 它是2X A是负3 2X-3 括号 X加B B是负1 有X-1 所以那是因式分解 括号2X-3乘以X-1 哪一个 这里他们有这个2X-3 时间到了 下集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